记者简会如宜兰报道,立委陈欧珀正式被民进党提名参选宜兰县长后,不断被质疑何时辞立委。 今天晚上他首度在电视节目中表态,他说参选县长就不会再选立委。 陈欧珀今晚参加地方有线电视台节目,他在节目中对近来不断被询问是否辞立委何时辞的问题首度表态。 他表示他自己不是投机的人,他参选县长就不会参选立委。 至于何时辞职,陈欧珀说时间点要审慎考虑,因为宜兰只有一些立委,如果现在辞职三个月内就要改选,民进党还要办初选,那么大选选得上吗? 他强调现在整合都来不及了,还有新思想这个吗? 现在首要工作应该是要凝聚共识,陈欧珀认为民进党在宜兰县确保执政这是最重要的事情,假如他当选县长,复选的人只要获得党提名,大概就是继任的立委,现在要冒那个风险吗? 请不吝点赞订阅